最近台湾非常著名的精神医学的作家 王浩威出了一本书《晚熟世代》 提到了现在年轻时代所面临的困境 克服的方法是什么 可能下面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的记者高一林跟陈红斌 来到了在非洲东南端 马拉威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处于哀恶的状况 我们跟随着脚步是全世界最大的直销公司主席 Steven Lude 我们跟着他的脚步走 跟着他每一年都在这里行善 他和当地的一个最富有的人 两个人携手合作 对他而言 为什么每一年要回到马拉威呢 他不只是想要做一点慈善 帮助当地穷人的工作 帮助当地的人如何改变 他们的农耕方法改善 他们农民的生活 对他而言 他觉得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家 也有文明的城市 人好像有非常多的忧虑 他说 我们看现在很多现代人 一些活得太好的人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起来 忧虑什么呢 如果你来到了马拉威 你看到有这么多人 只为了要吃饱一顿饭而挣扎着 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忧虑 是多么微不足道 花了二十小时 我们到了世界上最穷的 其中一个国家 东非马拉威 村子里的一场盛会 一千个孩子吃着脚 走两三个小时又硬又烫的沙子路 观眼的排场一列一列 一张粉红色的兑换卷 可以换一包叫 Miracle Food的东西 米白色的这一包 就是Miracle Food 是一种叫Vitamil的营养品 在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里 加了二十五种维生素 美国人发明的 让马拉威孩子吃饱的 是一位叫Napoleon Zombie的企业家 在这个贫穷国家里 最有钱的人 Napoleon小时候 比这些小鬼更穷 五十年前 每天凌晨三点起来 走四小时的路去上学 他的英语是自己学的 Napoleon靠着把马拉威的农产品 卖到欧洲 赚到了钱 盖了一个大房子 不只是自己住 更把一万个 没有家的马拉威人 领到家里来 才发现这样帮人 不是最好的方法 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孩子得先到学校来 保证他们至少学到英语 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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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每天洗澡 小姐后要洗手 田地除了种玉米 其实还可以种番茄和红萝卜 马拉威人很单纯 老师得把田地 化成十个小方格 他们才懂在每个格子里 放三颗小种子 在农业学校毕业里 有一点绿质脱贫的味道 把家里最好的衣服穿上 现场的乐队 用的是汽水瓶盖做的乐器 处于匮乏的 为处于宽育的人 带来一点启示 我认为每个一位 我们在西方世界 有这个危险 的变得太舒服 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些东西我擔心 你知不知道 我躲起在夜 擔心 这些东西 都很愚蠢 比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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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威孩子们的名字 都很特别 名字就是愿望 那些东西 是 种服务 拒绳 谈 有 老实 一定是 等 拜拜 咱子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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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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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